小林你能不能帮我去缅甸这边找一下当地的学校 我愿意给他们提供一些资助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林 我现在是在缅甸的上班 没错就是现在正在打仗的那个缅甸 不过上班因为非常的大 它是缅甸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邦 所以上班的北部啊 它发生一些战争跟上班 现在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啊 是相隔非常遥远的 刚才我收到我的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 它呢是在国内福州做一个公益组织的 已经做了20年 是专门助学的一个公益组织 然后在20年来帮助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上不起学的孩子 帮助他们上学 并且呢他现在呢 要把这个公益的脚步啊 迈向全世界 所以呢他特别委托我在缅甸找一些学校 去实地探访一下 看一下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助 另外呢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马上去出发 去看一下缅甸当地的学校 顺便说一下我朋友这个公益组织呢 是叫大爱扇行 是小软吗 对对 哦 你是这个酒店对吧 对这个这个 他们不能一起走吗 可能你们要去的地方地点是在他们家 跟这里的中间 所以他们如果把摩托车放这里的话 他们还要回来 哦就不想就不想拿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好吧 朋友们我在这个上班啊找了一个朋友 然后今天带我们一起去学校里面去看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是上班当地的一个本地人 本地的一个小妹 你看长得多漂亮 而且他是这边的华人 好吧 今天我们就出发吧 那我坐车上 他们两个呢是 看一下啊 他们两个是坐着摩托车 我住的那个青年旅社的老板 他是一个华人 我刚才就跟他了解了 他们这边呢 就是学生的一些上学情况 他告诉我 这边大部分的小孩啊 都没办法上学 能上得起学的都是家庭还可以的 他们啊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还能上学 然后到了就是能够帮家里帮忙干活的年龄啊 就全部都帮忙家里干活 要不就是去给别人打工 生活所迫 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一个悲哀 在学校里面 年纪小的特别多 然后到了一定阶段就出现一个断层 这边当地人还跟我说 饭都吃破饱了 谁还去关心这个教育的问题呢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为了一口饱饭的话 怎么去改变命运呢 不学习怎么去改变命运呢 就是一代一代都是这样子很穷 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 那老板娘还告诉我 他们这儿需要帮助的人太多太多了 随便走到一个村子里面去都是 相信它不过短短几十年啊 咱们国家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应论 为什么不去帮助国内的小朋友 要去帮助国外的 而事实是我朋友已经做了20年的助学工医 他已经帮助了非常非常多上不起学的小孩 现在呢就是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在国内上不起学的小孩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所以要把路走得更远一点 心态方的更宽一点 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打破这个国籍的限制 我们现在准备去买一点东西 因为到人家学校里面吧 总不能空手 中国人没有空手的习惯 去买点东西 给他们的小朋友 买多少合适啊 50个 买什么比较好啊 你们觉得 给多少钱一个 买了整整两大大啊 朋友们 还有汽水呢 整整五箱汽水啊 两大袋面包 咱们运到 先到春季福利院 看望小朋友 说实话 咱还是第一次做这种相爱心的事情 以前都是遇到个人 然后给一点小小的帮助 这次是去到一个学校 先做调研 说实话 在缅甸 做一些事情就是很困难 因为 不是谁都可以信任的 好在我认识这里的一个小软 他能够帮助到我 但是呢 就是 这里情况太复杂了 下面就大家看一下 真实的缅甸的福利院 学校 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实话 我在去之前 我自己现在都不知道 他会是什么样子的 就跟随着我的镜头 一起去探秘一下 哇 没有闻 那有没有看到在这里 这么天僻啊 这个路还特别不好 这可能是进到一个村子里面来了 哪里上 这么难 身后这个就是福利院的学校 刚才戴了口罩 免得被认出来是外国人 哈喽 哈喽 比较害羞啊 他这里呢是寺庙福利院学校 各为一体的 就是寺庙得到捐助的钱啊 然后盖了这个福利院 福利院的这帮孩子呢 又在这个学校里面上学 所以他这个三个是一体的 人口的话有300到400左右 但是那个山都是无父母的 都是没有一定的 孤儿 孤儿 对 哦 这边是我们带来的礼物啊 然后由这位 僧人帮忙发 他是称当于学校的一个校长 校长这样的一个人物 OK Thank you yeah 跟他们说一下 我们这次是过来调查 那个考察的 如果就是说符合条件 我们这边会有公益组织 会有一些善款 哦 有这两个学生带我们去啊 It's okay 他们有点害羞 Hi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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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a look at this school 但是一个单地舞蹈老师 Did you know dance? Did you know dance? Yes No, no music No music OK,OK,OK I have a look Yes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然后这里是一年级闭板 然后是四年级A版 这样子来划分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年级 哎哟 一年级B版 一、二、三、四 Full 一排中四个人 一、二、三、四、五 它一共有十张桌子 可以坐四十个人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上课条件 像他们这个如果是上完学的话 嗯 成年了想出去的话都可以出去的 他们会给你办出证证明啊 办证明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自己打拼也可以 如果是不想打拼的话可以留在这里 然后办买也行的 哦 这两栋 嗯 这两栋是台湾那边有一个商人帮忙出自建的 这福利院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起码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课环境 我感觉他们的学校环境还是可以的 起码有个可以安心上课 安心怎么讲呢 就是学习的一个地方 现在去看看他们住的地方 他们的宿舍 你好 你好 耶 他们这边上的课还挺实用啊 可以上计算机 上英语 然后上棉语 还会上中文 都是非常实用的科目 来到了他们的宿舍 我看一下宿舍可比 宿舍比教学楼差一点 因为没有资助 看吗 还可以拍吗 大家简单看一下 这个宿舍环境确实是比较糟糕一点的 睡在这里吗 就睡在这边 几个小孩并排的睡在这里 睡在这里 看一下 他们就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每个人有一个箱子 放东西 然后一个人一个铺位 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结构 这个宿舍是一宿住了一百多人 这一个小房间里面住了一百多人 震惊了朋友们 这个小房间里面住了一百多人 我估摸着他们去 面积也只有四十平方米左右 住了一百多人 我这里还有 这也不过就十平方米 十平方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8个 住了8个人 学校的环境是挺好的 住宿环境有一点糟糕 来看看 这个女生说 他们这边好一点 有那个架子床 就是这样的环境 看一下他们的厕所 哇 没人吧 看他们的厕所 哇 有味道啊 朋友们 不看不看了 你们敢想象吗 小孩子都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这个小孩子出生六天就被丢在这个福利院了 对 像这个 就是这个小孩的话就是这个奶奶照顾 嗯 嗯 现在 冬天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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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有九岁了 九岁了 嗯 在这个福利院里面的小孩 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起其他小孩子啊 已经算是幸福了 因为他们可以正常的上学 像很多就是家里的小孩啊 被家人被迫的去帮家里干活 或者是出去打工 就是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那就没有让自己人生翻盘的机会 你看他们在玩这个 他们传统的一个藤球 我后面知道他们叫藤球啊 男生宿舍 男生比女生少很多啊 哦 这次跟那边女生宿舍的环境也都差不多 看一下 就是这种有木板支起来的 然后一个板上面可以睡好多好多人 有那个设计师都有 设计师 工程师 对对 工程师都有 哦 就是其实通过读书 他们还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的 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福利院办的挺好的 你们做了一个大好事 来这食堂看的第一眼 我惊呆了 他们的鞋子摆得整整齐齐的 一个一个一个的 看到没有 多么有序 一点都不乱 哦 然后来看他饭坛来看一看 他们吃什么 有一点点鸡肉跟红薯做的一个汤 然后浇在上面 这样子的 大部分都没有餐具都是用手 嗨 都比较害羞啊 嗨 他们这些吃饭的资金啊 全是来自于寺庙的一些捐助 然后寺庙福利院和学校都是一体的 就是捐助给寺庙的钱 然后寺庙捐助给福利院 福利院就给一些小朋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来看他们这里的 刚才看到了 他们在这边帮忙干活 他们是有排斑职日的 这些销什么南瓜 就他们自己去销 不多了 我们也就准备离开这里了 非常感谢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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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是帮忙问一下 他们这边最需要 现在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现在最需要在哪里 现在阿卡巴里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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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住行 还有那个学校方面 还有医务方面 就是那个医疗方面 就分个人 现在最需要在哪里 阿卡巴里出钱 对 对 江上了 江上了 就把他录在里 他现在学校的话 这个上面还没完够 就停了 就停了好久了 两个组合吧 好久了 今天去看了一下 他们这个福利院 加学校 这样的一个组合 然后看了一下 他们的学校 其实还是挺好的 见得挺好的 但是就是他们的宿舍 看上去真的是太糟糕了 在40平方米的空间里面 住着100个人 你们敢相信吗 今天呢 就是先过去烫个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 我将带你去看更大的世界 拜拜